你 我才是你女朋友 她只是你的合作伙伴 清清 我觉得我已经解释得够清楚了 你就不要无理取闹了好不好 这么晚回家 怎么不打个车啊 不关你的事 生气了 别生气 下次一定去接你 你为什么挂我电话 我当时在开会 别生气了 等我忙完这阵子 一定好好陪你好不好 不用了 反正你也不记得你有个女朋友 清清 天气冷 快上车吧 别感冒了 我也很累 想早点回家睡觉 嗯 江静玄坐这儿了 她今天身体不舒服 我就送了她一程 我是问你 她是不是做副驾驶了 是 我不是说过不让她坐这儿吗 清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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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我解释 今天的真的是特殊情况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了 你不让我跟张颖联系 却整天和江静玄在一起 什么叫特殊情况 怎么什么事在你嘴里 都变得那么理所当然 有什么情况她一定要坐在这儿 别闹了 我已经好几天没休息了 是 我是该理解你 你累 你忙 你需要开会 你有你的特殊情况 可是我呢 你知不知道我精神强点 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在哪里 你到底把我当什么了 你随叫随到的宠物 还是你空间时候的消遣啊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她今天不舒服 所以我才让她做我的父亲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是 我是不懂事 是幼稚 我做不了你事业上的好帮手 好伙伴 可是顾南舟你别忘了 我才是你女朋友 她只是你的合作伙伴 清清 我觉得我已经解释得够清楚了 你就不要无理取闹了好不好 你觉得我在无理取闹 你要是觉得我无理取闹 就算我无理取闹吧 我走了 行了吧 你 我走了 行了吧 他说不错 我会想你的一切 你把我帮助了 我可以做了 你做了 你做了